浪子走中国 用脚步丈量中国 我现在在河南安阳 现在我来到安阳火车站 现在是下午的两点钟 天空下着小雨啊 这个视频我将为大家分享安阳火车站的现状 我们可以看到安阳火车站站前广场 旅客寥寥无几啊 可能是由于下雨的原因吧 我们环市安阳火车站一周啊 北方城市都挺奇葩的 今天安阳也就下了一点中雨 前市的公交车都停运了 我在深圳刮台风 公交车都不会停运 安阳火车站是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 安阳中和段管辖的一等站 是金广铁路的一个车站 这个火车站也是一个百年火车站 始建于青光系三十一年 我们可以看到公交站站的公交车全部停运了 现在也没有下多大的雨啊 也太夸张了 火车站四周都是酒店啊 安阳是八草古城啊 高楼很少 这应该是安阳的老城区了 这边是安阳火车站的近站后 近站的旅客非常的少 好 这个画面挺出乎意料的 这边还有一个候车区 这边是售票大厅啊 旁边有国铁招待所 旁边有国铁招待所 还有酒店 我们先去看一下售票大厅的一个情况 很多火车都晚点了 可能由于是北方大雨的原因 火车站的治安还是挺严格的 不错 售票床后有很多改签的旅客 在排队 这个画面太出乎意料了 电子屏幕上显示的是列车的班次 南下北上的都有啊 安阳火车站竟然没有自助购票机 里克都在排队买票 这个画面实在出乎意料 我旅行中国基本上到过的每一个火车站都有自助购票机 在安阳火车站竟然没有发现自助购票机 哦自动购票机在外面 进占田广场要扫身份证了 我们进去看一下近占好的一个河流情况 这边拉客的真多 这么多拉客的 近站的旅客不是很多 安阳火车站并不大 安阳火车站的河流都被安阳东站分流了 很多旅客都会到安阳东站去坐高铁 雨也停了 坐车的旅客越来越多 现在我们到出战口去看一下出战口的一个情况 拉客的增多 电子屏幕上显示的是出战的车次 现在没有列车到站 这边都是拉客的 这里就是河南安阳火车站的现状 这个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